而今晚欧洲的大事是台湾时间星期一五号 我们的时间晚上七点半 英国的新首相将会诞生 非常有可能是一位女性的首相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前外相特拉斯她会顺利出现 她是英国在柴切尔夫人还有梅伊之后 第三位女首相 无论谁成为下届的首相 英国现在是高通膨 能源价格飙涨 跟世界各国一样 都是执政者最难应对的烫手三玉 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强身 她饱受各种各样的批评 经济的冲击 新冠疫情的处理 还有她自己的派对门世界 就算她下台 保守党的声望已经一落千丈 大型卡车缓缓往后退 人员在一旁忙着指挥 但她的目的地可不是一般民宅 这里是英国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 这间主打优质搬家服务的公司 周末重大任务 帮官邸清空私人物品 戳号英国首席补署大臣的官邸 猫赖瑞 慵懒得出门巡视 唐宁街10号做好准备 告别英国首相强身 强身卸任前的最后公开活动 是造访英国Sizewell C核电厂 寒出政府将为新核电站提供7亿英镑资金 改善英国的能源安全问题 最后不忘回顾自己三年来的政绩 戴着安全帽掉在半空中 双手不断挥舞国旗 或是戴上拳击手套 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 英国首相强森一直都是政界明星 话题人物 毕业于英国贵族学校 伊顿中学 纽津大学 从记者到专栏作家 2001年踏入政坛 成为国会议员 2008年当选伦敦市长 让他声望如日中天的 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 强森开着鲜红色巴士 俨然成为脱欧汉将 在前首相梅伊任内 他被指派为外交大臣 2019年梅伊因为脱欧延宕 饱受批评提出辞呈 强森主打将带领英国杨凡脱欧 在保守党会选举中 击败前外相杭特 成为英国首相 不过强森的蜜月期并不长 解决了脱欧问题 英国又迎来新冠疫情 强森政府被批评 起初没有认真处理病毒传播 导致疫情全面失控 甚至连他自己都确诊 鬼门关前走一遭 2021年12月 英国媒体揭露 强森在疫情封城期间 与首相官邸喝酒开趴 强森始终否认 但一系列照片证据确凿 强森竟先停过 保守党提出的不信任投票 随后保守党赴党边 爆发性骚扰丑闻 强森被指控知情不报 多名内阁成员相继辞职 才让强森态度改变 提出辞呈 英国保守党展开再一次的党魁选举 无论接地人选是谁 接下来都是一场硬仗 英国正面临40年来最高物价 通膨率飙破10% 在冬天来临前 英国政府将电力和天然气价格上限 大幅提高80% 平均3549英镑 约合台币12万6400元 保守党党魁之战 最终成为现任外交大臣特拉斯 与前财务大臣苏纳克的对决 虽然两人都喊出新计划 或是大瑕碧补贴能源账单 但恐怕是治标不治本 面对民怨考验 英国的新任首相没有蜜月期 6号将迅速前往苏格兰 与女王举行任命仪式 然后筹组新任内阁 至于现任的强森 一直对自己的未来 与待保留 他只呼吁英国民众 全力支持接下来的接替人选 但多次让人民失望的保守党 能否守住执政大卫 恐怕也是一大考验 Hasta la vista Baby Thank you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